4.修复肠道以利食疗是改善病情的根本治疗方法 食物或营养素的消化与吸收有赖健康的肠胃道 这就是俗话说 公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 其事,癌症病人与绝大多数的慢性病患皆有程度不等的肠道受损 东西方医学皆发现 消化不良与疾病息息相关 也提出不同的因应对策 而两者结合则可加速修复的速度 有利进行食疗与其他疗法 治病时,先着手修复消化到可以安抚肠道中大量的神经细胞 肠道甚至有第二脑支撑,与免疫细胞 有人估算过,免疫细胞的数量占全身的70%